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如果使用HOOKEY 再存放一些资讯 在PLYGONE PLYGONE的HOOKEY里面 HOOKEY 特别注意它最大会有些限制 第一个 PLYGONE必须有支援HOOKEY功能 不要关掉 第二个的话它的最大只有4K 也就是说最多 你不能存超过4K的大小 再来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时间 那时间部分的话由谁要设定 由你设计的时候 可以给个时间 比如说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COOKEY的建立方式 就是说我们用COOKEY 这个类别 里面我们可以建一个COOKEY的物件 那物件建立方式 就是另外一个COOKEY 里面的话存给它 比如说 它一个ID 跟一个VALUE 它里面的词是什么 比如说前面是一个 它的 Key跟VALUE 这个Key是USER 然后里面的词是这个名字 接下来的话 COOKEY你要怎么样去设定时间 设定时间的话 就是这个物件名称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要计一个set set 设定它里面 max的h 就是说它最大的有效的时间 你就计一个set 其实打一个setm 应该就出来了 然后里面的通过时间 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我要儲存的是7天的话 基本上 因为它是以秒为单位 那多少秒 你可以给它一个公式 这个地方就是 以秒为单位 7天 一周的话 就是7×24 24小时 再乘上60秒 所以这样乘出来的话 就会是一个礼拜 所以这个COOKEY的话 如果存在Client段的话 它有效的期限 就是一个礼拜 除非说 有些User 他有时候会习惯 去清COOKEY 因为在包子里面 有个功能 清除 那你按清除 就不管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还没到的话 基本上里面的COOKEY 就重新再来了 所以这地方也会 有这些问题发生 也就是说你将来在设计的时候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放COOKEY 放COOKEY是真的是 除非 那个东西其实 就是说 暂时存的 没有任何 你要一定要 长久存 而且如果这个东西不见的话 也不会造成系统的影响 或者的话 你这个地方 这个存在Client段 就没有COOKEY的话 那产生系统的问题 就很大 那再来的话 就是Respond 点AddCOOKEY 然后可以把这个COOKEY 放进来 这样的话 这个COOKEY里面 就是帮你储存 这个User 里面有个词 它储存7天 所以将来 你可以从COOKEY COOKEY里面的User 里面去找到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地方要特别去 那其实COOKEY 有没有特别去 到那个 那叫什么 Template 就是 那个暂存 暂存区里面去把它打开 不会有很多COOKEY COOKEY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文字档案 文字档案里面 就储存这些 一个Key 跟一个关系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COOKEY 那COOKEY的话 设定是透过什么 SET COOKEY标准 那必须在实际 回应浏览器之前 使用 AddCOOKEY 来新增一个COOKEY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必须要在浏览器 回应浏览器 之前使用 不能在之后使用 所以这一点 要特别的注意 设计的时候 那 设计时间 我刚刚讲过这个方法 单位一秒 然后预设关闭浏览器 之后 COOKEY就失效 所以特别注意 这也是浏览器 不过他们的浏览器 预设应该是 COOKEY是打开的 好 COOKEY打开的 因为如果COOKEY 关闭的话 其实很多网站都会有问题 好 那 怎么样取得COOKEY 这边 因为我们刚才有 Response的时候 有把COOKEY放下去了 那要把它读出来的话 那必须要透过什么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 就是COOKEY的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名称 叫COOKEYS 里面的话 透过request.get 刚刚是Response.addCOOKEY 那这个地方 就是透过getCOOKEYS 也特别说 这是复数 因为COOKEY 不只一个 那 If COOKEYS 它 不等于我 就有东西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就要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就在 for each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今天 是不只一个 所以我就去 跑 有几个 就帮我去抓几个 那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个Name 一定有Value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key value的概念 就是一个名称 后面就是词 那主要我们 可以透过对应的关系 把里面的资料 读出来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 取得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 讲一个sample 这地方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自动登录的话 要该怎么做 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ample 这sample的话 非常简单 我秀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这个COOKEY 各位等一下建立一个 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 可以叫COOKEY 那COOKEY里面的话 第一个的话 我在里面会 需要新增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 html file 那html file 里面的话 开起来就这样子 里面的话 Post 就是Action 部分 我只向一个是 login.fu 的一个view 这个view的名称 我想各位在 建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建一个这样的view 然后mancer的话 是一个Post 用Post的方式 那里面的话 有一个名称 叫什么 name的部分 就是user 然后呢 password 一个密码 然后 再来的话 会有个 自动登录的 一个check bus 要把它党勾 那它的 name的话 就是login Value的话 是auto 然后有三命 所以会有四个 四个元件 画面上有四个元件 然后把它秀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画面上第一个 我要先建立这个 这个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 登录的时候 比如说我名称 我今天输入我的帐号 然后我的密码 密码的话 我就123456 自动登录挡多的话 按送出的话 它会去判断 到底我的user name 跟password 到底是我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会自动 怎么样 帮我存存起来 存在哪里呢 把user name 跟password 存在 空内端的cookie 如果 如果user name 跟password 是有亲密的话 那你设定成 cookie 就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别人 通过一些 方向之前有 骇客 就直接去到 空内端 因为有之前 IE 本账漏洞 骇客 可以从 这个 从 那个browser 去取得 他的cookie 把他的cookie 抓回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里面 他的username 跟password 如果username 跟password 这个 人家取得之后 的话 那将来就知道 你的username 那他如果要登录到 你登录的网站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 那有一些人 可能是那个 什么 脸书 或者是什么 其他的帐号被盗 其实有的时候 也有可能是透过这种方式 按送出之后 按送出之后 那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 我的名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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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 我再把它改一下 通常 这地方 有时候 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一下 就是在 抓到resource 里面 我习惯把它全部改入 PS8 我都会有 那个乱码的问题 然后把它改一下 其实就OK 那我这边再改一个 123 有密码 错误的话 按送出 它又 弹回来 弹回来到这里 让我继续再输入 直到我输入到正确 然后我 加速我 123 456 然后我自动 登录挡 下一次 它就储存 Terry 登录 下一次的话 我如果再进来 进到这个 进到登录 页面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 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密码给 连 就是说我不用Login 这个画面不会出现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做哪些页面 第一个我讲过 就是Login的画面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有一个Login 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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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的话 请对 再拧一个新的 这个ServerLayer 这个ServerLayer的名称 我取名叫 Login 然后 它的View的名称 我取名叫 Login.2 Login.2 所以你在 New一个 这个名称的时候 这边按右键 把它New一下 New一个ServerLayer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 Login.2 那修改 那修改 View的名称 我想应该都知道 从这边有没有 这个地方可以修改一下 那 这里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为 Login.2 或者Login.2 或者Login.2 这个名称 我想都会 看自己的习惯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就改了一个叫 Login.2 那这个View的话 就会是根据这个名称 这个View的话 也就sublate 那将来呢 在网址上面 让人家可以看到 这个网址 一个名称 OK 那后面 不需要加什么 点椎 之类的 那建立之后的话呢 就会产生 我们Login.2 这个图画面 那里面的程式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实作的部分 是在Do 因为我这边 DoPause的部分 所以呢 你们在读写程式的时候呢 就是在 打勾的部分呢 DoGate 可以直接用打勾 因为我是用Pause的方式来做 那里面的话呢 我透过 因为我的画面上 有user 跟password 这两个 两个testbox 他可以把这两个词 给取过来 取过来 做比对一下 他是不是 什么呢 是不是 user 是不是password 那 这个地方的话 是固定的 就是 我的user 是Perry 然后密码 是123 接下来的话呢 我在取的什么呢 取了LOGIN 这个LOGIN的话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参数 就是指的是 一个checkbox 这个checkbox 怎么样呢 它里面也有个词 如果打勾的话 里面就有Value 这个Value叫Auto 它的Name就是LOGIN 所以我要判断说呢 使用者到底有没有打勾 如果Auto的话 有没有 传过来 Auto的话 这个 传过来 是有打勾的 后面这个地方 表示什么 Ecos 这个地方 表示说你有打勾 那有打勾的话 我要建立什么 建立Fookie 那建立Fookie的方式 重点就在这里 有没有 Fookie建立 New一个Fookie 后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key 这个key 这个key的话 就是user 里面要存什么呢 存的value 就是dev 这是我的名字 自动 自动会把 这个我的username man的部分把它save 那save save 时间的话呢 就是一个星期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讲的 再来的话用什么 respond. 那边就要 点add cookie 把这个 cookie 给存起来 所以呢 实际上打勾的话呢 自动登录 指的就是说呢 我把name的部分 这个名称的部分 把它存起来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话 就 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这个user就是 也是一样 存user名称 这个user名称的话 就是我们党的名称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把网址 特别需要 底下这个东西 是把它 派送到哪个view 派送到哪个view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里面呢 还有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另外一个 我们等一下 里面也建立一个 这个叫做user 的一个servelator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第二个 这个servelator 里面的话呢 会出现了 里登录 里登录 那里登录的话 我就把这个 派送 那派送的方式的话 在request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 get request request 这个方法 那我可以把它 派送到哪里呢 派送到这个user 的这一个servelator 后面的话呢 加上一个forward 然后把request 跟response 带过来 forward 可以前往那个页面 前往那个view 那else的话呢 就是用什么呢 反之就 response.send with the red request就是说呢 把它再转指回去 因为我输入的是 错误的帐号密码的话 就会转指回去什么 转到dogain.html 这个页面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正确的话 会带到这个 如果不正确的话呢 正确的话 也还最后 会把这个页面 带进来 这个页面里面的话 基本上 上面都一样 然后只有这个地方 把我们取得的一个 user的名称 带过来 然后再显示出 这个user的名称之后 后面加上有几帧 所以最后看到的话 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现在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 一个帐号正确 可是密码打错的话 按送出你会发现 它会直接跳回来 跳回来之后的话呢 那里面清空 等于是重新输入 如果正确的话 它会怎么样 那正确的话还有 有没有打勾 有打勾的话 更没有打勾 有打勾才是会存不平 没打勾的话 就是不存不平 那爱送出 一样会跑到这边 有一个名称 后面加上一个已登录 那这个页面的话呢 是 跑到这个user 这边有user 这边有user的这个 这个serverlet 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取得的 这个user的名称 显示出来 并且显示已登录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主要就是说 呃 练习啊 主要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方法 可以把它 把它存起来 把它存起来